上個禮拜的那個影片的部分的話 每次上課影片都在這邊 剩下就是回去可能就是多花一點時間 尤其是那個VBA的部分 函數我想應該比較簡單 大部分同學應該聽懂應該沒問題 做應該沒問題 但是就是VBA 它的那個程式會比較繁瑣 所以如果假設你那個部分不太清楚的話 雲端白板上面也有那個寫好的程式 所以上個禮拜像我剛剛講的那個部分 零零七嘛對不對 那這個部分呢其實上面都有公式 我有把那個畫面都截圖 所以上個禮拜公式就是 COUNIFU SUMIFU 然後AVERGYF OK 然後VBA程式的話就是 這個是類似COUNIFU 所以這一段是數量 是COUNIFU 那這一段的話是 資核 那個SUMIFU 然後這一段的話是平均 所以其實最後當然我們可以把它總 把它全部串在一起 那就是用Call的方式 另外的話呢 其實可以用那個ChargeBT 所以其實我這個程式 網路上其實如果你不會寫 其實ChargeBT也可以幫你寫一點 只是說它寫出來的風格 有時候當然它有一些 比如說它前面會宣告 那因為我講過 其實在VBA裡面不宣告也沒關係 所以你是這三行是可以把它delete掉 是沒問題的 其他的話寫法我覺得 應該是大同小異 有些地方它有加 但是我覺得不加也沒關係 所以我會把它精簡 所以你會發現 我的程式是跟那個ChargeBT 比起來的話 相對是比較精簡 至於哪邊精簡 你們自己回去可以自己再稍微看 因為我有講過啦 所以影片其實都有 剩下就是可能自己再花一點時間 那每次上課底下都有連結 我想這個就是 給各位回去有時間 就是再做一個複習 那你說要把這東西怎麼學好 其實當然不可能馬上學 就馬上學會 剩下的時間就是你可能要多花一點心思 反正你不會啦 就多聽個幾遍啦 我覺得好像也沒什麼 太多的技巧 就是多花時間嘛 OK 那如果你比較聰明的話 可能聽一兩字就懂了 可是如果你假設沒有那麼聰明的 那你可以用什麼 情人捕捉嘛 OK 像我是那個屬於情人捕捉型的 因為其實我很多地方都是 做很多很多自我才會慢慢熟練的 所以像這些東西 其實我可能做了上千上萬遍都可能 所以我才會這麼熟悉嘛 而且我認識它也快要30年了 VPA出來大概差不多就30年了 所以這個軟體其實我覺得它優點是說 它真的怎麼講 出來的時間夠久 穩定性也夠好 那你說它將來會怎麼改變 其實也不太會改變 就長就這樣子 只要有eSale的一天 其實VPA我想應該還是會存在啦 OK 所以 那好處就是說 等於你有eSale 那自然你就可以 在裡面寫你要的程式啦 OK 我覺得是蠻方便的 好 那另外的話 這程式就是 這個影片的部分就這一個連結 你們回去可以自己把它剪輯開來 那就上個禮拜的影片 OK 那這影片的話 當然 至於那個收音效果怎麼樣 或者是說你們看完有什麼問題 其實那個YouTube下方也其實也可以都可以發問題 你們也可以自己回去看一下 那不過其實我看了影片之後我發現 哇 好像影片有一些流量密碼 有沒有看到那個 其實我回去會稍微看一下你們觀看次數 有沒有哪一個影片如果觀看次數比較多的話 那顯然 大家對於那個影片的需求量應該會比較高一些 你會發現喔 那個第一個影片大概33次 第二個 好像也少了26次 那第三個呢 只要有關鍵是要ChargeVT有沒有 而且它產生VT 所以ChargeVT加VPA的話 我發現這個 整個暴增的快要10倍耶 觀看次數整個就流量變多了耶 我覺得 所以顯然好像大家對於那個 如何透過ChargeVT幫你寫程式這件事情 是有一定的需求 OK 只是說在網路上有沒有人特別分享 我想應該不太多啦 可能就是說 這個東西有需求但是沒有提供 而且底下我發現喔 像這個61次好像底下變多了 那這個變少了 不知道為什麼 那這個也是一樣 只要跟ChargeVT有關係的 它的觀看次數就會增加 所以啦 在那個YouTube上面影片喔 如果你要流量增加的話 好像都有一些關鍵字耶 如果那個關鍵字出現的話 好像看著人就會比較多 有沒有 所以ChargeVT或者AI有沒有 這個影片大家都比較有需求 所以喔 好像我只要關鍵字沒有提到的話 好像大家就會 看的會比較多啦 不過當然我這個主要是給各位複習啦 所以你們回去的話 盡量喔還是思考一下 那比如說呢 我們今天一樣啦 我是覺得ChargeVT真的是可以幫上忙 而不是說好像是一個玩具 我剛開始會認為說這個好像 應該也不就是如此而已 後來發現我還滿驚訝的 真的耶 它真的可以省掉很多力氣耶 有些程式我不會寫 它真的幫我寫完寫出來 而且執行也都沒問題 這是讓我覺得滿驚訝的喔 所以呢 就剛剛的問題好了 比如說像這邊喔 我希望呢 如果啦 像這邊我懶得在想 用哪個公式 我公式也不想想了 我只是 希望把這個問題丟給ChargeVT 請它幫我把公式想出來 那我只要把公式複製貼過來 它就可以解決的話 那我應該怎麼做 那個流程其實滿簡單嘛 我跟各位講過啦 第一個喔 請你先把那個ChargeVT打開嘛 那那個ChargeVT關鍵字 你就進那個GPT就可以啦 GPT嘛 有沒有 然後Enter 就搜尋到就是這個嘛 然後呢 我是建議你登錄的是用Google啦 所以你可以先登錄Google帳號 然後呢 再點那個 你要用Google帳號 我剛剛已經有登過了 所以我就直接選那個ChargeVT 然後呢 Login的時候 這邊有個登錄嘛 Login 用Google OK 然後他問我說要哪個帳號 我用這一個 我自己的帳號 登進來 也就是說 其實可以 登錄的話 你不用另外註冊啦 你其實用Google帳號 好像比較方便 接下來的話 我們就把剛剛的問題 把它敘述一下 我的資料在 我希望呢 幫我找一下 那A欄裡面 只要關鍵是 是苗栗霍遺欄的資料 然後呢 把它的B欄裡面的人數 做加總 輸出到 當然輸出不用啦 因為將來公式 你實際上就輸入在第二 所以不用跟他講哪個位置 除非你要寫VBA的話就需要 那我剛剛已經簡單的 先把那個問題先打上 因為其實關鍵 這個打還滿多字啦 所以我覺得 簡單 就很口語化嘛 請幫我寫 寫什麼呢 寫Excel的公式 然後找出什麼呢 A欄 所以你看一下 問題其實你看 A欄 為地區 就是這個欄位是地區啦 當然你這個為地區 這個不寫 他應該也知道 那關鍵字只要有什麼 有苗栗或宜欄的資料 就是幫我找到之後呢 然後加總B欄的人數 OK 這樣就OK 其實 應該這樣 他應該就懂了吧 或者你也不用 不一定用A欄啦 你可以說 A2到什麼 A2到A10也可以 那B欄的話就是什麼 B2到B10啦 不過我覺得這樣 A欄好像比較簡單 他應該比較 就OK了 那接下來我就把這個問題 把它丟給那個 ChargePT 所以這邊有一個什麼 底下不是有一個 那個什麼 ChargePT嗎 Message 你可以把它問題 輸入到這邊 然後接下來 Enter之後的話 他就收到了 再來的話呢 他就會幫你把公式呢 給寫出來的 所以底下的話 就有一個公式 看起來 應該可以理解 他其實用了sum 而且它sum 是sum兩次 一次的話 是苗栗吧 然後再把那個 宜蘭的 再sum一次 所以其實 他是做一個 然後後面再加 跟上個禮拜 那個什麼 前後三名 蠻像的 先做前三名 再做後三名 OK 另外的話 因為資料當中 有苗栗吧 所以他就 苗栗前後 加上 新號 OK 所以要Copy它 然後接下來的話 我就直接把公式 丟到這邊來 你看一下 答案對不對 應該是沒錯啦 不過他的敘述這邊的話 是A A 只是A藍整 A藍因為他 避開第一列是藍位名稱 所以是抓 A2以下 但是他比對是從 A2一直到 最下面 可是 ECL他會自己偵測 如果沒有資料 他應該就不會繼續比對 所以速度應該是還蠻快的 但是這個範圍 你可以改成A2到A10 這個不改也沒關係 這個 一樣嘛 B藍的話一樣 B2到B10 這個也可以改 但不改也不影響 他是偵測 如果空白 他可能就不把它做計算 輸出進來 打購一下看看 42個 應該沒錯 42個 OK 好 那這個的話 應該 公司應該是貼到這邊才對 我好像貼錯 貼到這個工作表 貼在這裡 所以記得把它貼上 打個勾就好了 42 好 這樣的話 我們程式就寫完了 所以其實 公司就寫完了 所以其實你有些時候 如果懶得想的話 我覺得CHRP真的是可以幫上 蠻大的忙 真的 OK 所以以後你想 就是說呢 假設那個問題 你的問題有沒有 那你實在是不知道 用哪一個函數 可以解決 你要的那個問題的話 不妨 你就可以把剛剛的敘述 你也不用想得太複雜啦 其實你說問題要怎麼答 就很口語化的 只是說你條理要稍微 分明一點點 不要寫得讓CHRP都看不懂的話 當然他就沒辦法幫上忙 或者是說那個問題 實在是蠻複雜的 有沒有 很多很多個步驟 那我是建議啦 如果你有很多很多個步驟 那我建議你先思考一下 請你把你那個問題 先把它拆解成好幾個步驟 也就是第一個步驟完成之後 再做第二個步驟 再做第三、第四 全部把它串在一起 再去 再把它 你不要說一次想要把它全部都做完 那會沒有辦法 好像有同學 常會問一些像 他工作上的問題 當然那個問題 可能是很多很多的步驟 所造成的結果啦 所以我的建議 你可能要先把你那個問題 試著先懂得怎麼樣去拆解問題 然後逐一逐一的再去問ChargeVT 那逐一逐一再把答案接在一起 那我想你就很容易就可以把問題解決了 你千萬不要一下子 問他一個很大的一個問題 我跟你講 ChargeVT他也會給你答案 可是你會發現 現在ChargeVT越來越 怎麼講 越來越 越老 這個油條了啦 因為他可能已經慢慢被 怎麼講 訓練成如果沒有答案的話 就可能隨便抓一個答案就丟給你 那你 喔好厲害喔 有答案了 那你一run喔 常常都會失敗 所以我建議如果要成功的話 盡可能的把你的問題 稍微切割的小一點 你切割越小 越不容易失敗 這個是我個人的經驗 你千萬不要丟一個很複雜的問題給他 你這只是至少麻煩的 他還是會回答你 可是他這個真的是越來越 越 而且最近好像聽說 ChargeVT甚至有 慢慢有那種幻想症 他慢慢會 他憑空幻想一個答案給你 那個答案好像看起來很合理 但實際上都是他自己虚你出來的 所以也有可能會有這種負面的啦 OK喔 當然AI絕對不是萬能的 他也不是神 他也有缺點 只是我們盡量避開 避開那個可能不好的部分 那自然你用的都應該是比較好的 OK喔 所以請各位試試看 那這個應該 這個問題 如果你假設需要 我等一下再把這個問題 我把它貼到那個雲端上 給各位參考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好